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7号宣布 首个国际空间站开放项目将最早在明年启动 5800万美元史上最贵的机票出炉 7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 最早在2020年向美国民众开放国际空间站的近地轨道试验站 NASA 表示每年仅允许两名游客前往国际空间站 最长停留30天 每位游客的往返机票约为5800万美元 这当然不是全部 到达国际空间站后的花费还要继续攀升 他们还将支付在国际空间站的食宿费用 每天3万5000美元 其中包括2万2500美元的食品 空气和医疗等补给费用 以及11250美元的再生生命支持和厕所费用 最重要的是光有钱还不够 游客还必须通过NASA严格的健康检查和培训程序 此外 NASA将为私营公司制造一个空间站港口和公用设施 它的目标是鼓励更多私人空间站 未来漂浮在地球的上空 国际空间站此前被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不过2018年特朗普公布了一项预算 要求美国政府在2025年之前停止向空间站提供资金 这使得NASA被迫调整政策 寻求新的资金来源